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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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現在開始想看請大家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過去這是郭牧師說的臺灣書 從這個禮拜開始由我來講 我說的方法相差不一樣 不一樣的原因 等一下再說 坐在後面麻煩 因為我裡面有很多很珍貴的胸皮 應該現在目前你在網路上也找不到照片 坐在後面盡量往前坐 因為待會有很好的很珍貴的照片 你如果說到歷史這件事 我們就要想一件事 歷史 隨著不一樣的人的觀點 因為你怎麼沒想到我的藝術入門 藝術入門一開始 裡面有想到我藝術入門請給我唱一下 不錯吧 我藝術入門一開始的時候 我告訴你 Point of view 你看一個東西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會講到立體化派 立體化派最重要的觀點就是 一個東西放在那裡 但是因為你看的地方不一樣 一個背是這樣的 但是你對上面看 對旁邊看 都不一樣 自己在一起坐在上面 就產生立體化派 一樣 你看歷史是一個object 那一個東西 你對不同的角度來看 都有不同的結果 譬如說 你對大帝國的觀點來看歷史 還是看 從King 國王來看歷史 跟平民看歷史 或是被殖民地的人看歷史 或是特殊的總印第亞人看歷史 一個人跟美國人看歷史 不一樣 西方人跟黑人看他們的歷史 也不一樣 跟我說什麼對不對 沒有 那每個都由他本身做出發點來看事情 你們自己也是 我們每個人也是 你怎麼看待你的人生 都有一個觀點 對不對 我們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去認知 事情 也叫做史觀 隨著不同的史觀 歷史的觀點 產生不同的歷史敘述 接下去後續的所有的問題 很可惜我們台灣過去 我們的史觀 叫做控制條 只能有一種史觀 就是 國民黨流亡政府的史觀 為什麼是這樣 他為了什麼目的來做這個事情 在裡面 史觀 always tainted 就是被影響 by motive, sin and self-interest 動機 我們的史觀 隨著我們個人的利益 動機 還有每個人犯的罪 還有每個人犯的罪 有很多的建築 你當時在我們的庫本 裡面 碰到日本人 怎麼建設台灣 今天我給你看 不光是用講的 很多的照片 我準備百多點的照片給大家看 在日本時代是怎麼建設台灣的 其實什麼 扭曲 明明是下廊台下廊 他就 公道拜 所以秘書長是說 尺碼商人 騎買去撞死人 還是買去撞死人 結果都不同 Self-interest 當然每個人為了保護自己 會產生自己不同的史觀 我今天要講 就是讓你們 從不同的角度 來看歷史這件事 來下一張 還有一個 If you think there are proper priorities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我們看歷史有很多的data 數據啦 資料啦 都在裡面 但是有時候 我們把部分的歷史 過分放大 以至於我們想說歷史只有這十年 譬如說 如果漢人的觀點 你真的要說漢人那一代的時間 所發生的事情 好像這個台灣的歷史只有這十年 好像只有這樣子 不是耶 那時候觀點很多耶 不是只有 所以我們把不同的 訓歷史上的資料拿過來以後 要做什麼 篩選的動作 是沒有錯 比如說 我們過期我們的課本裡面 百分 多少頁 是講中國史 多少頁是講台灣史 那就是要把你強化特定的歷史 減弱台灣的歷史 強化某些地方的地理 減少某些地方的地理 這就是輕重反擊 所以當你把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 給它不同的先後順序 叫Priority 孰輕孰重 評估 你不能說 這部分我們下一大堆歷史 你就要把 暗靠過 所有台灣的歷史 你不能單單說 這個 一千六百年到兩千年 或者這一段時間 所發生的歷史 你對整個系統來看 下一張 什麼叫Perspective 你如果照正常的大小來看的話 比如說 比較長的人 比較小 中 大 越靠近 對不對 這就是Perspective 我們叫一點透視法 透視法裡面的大小放對的時候 你看得很舒服很順眼 歷史也是有透視點 你怎麼去看待歷史 哪件事情 如果你放錯 比如說 這三個都把它放大 那也不對 你會發覺你的透視看不清楚 歷史也看不清楚 哪個小的放到前面 後面的 特定的地方變特別大 那也不對 你也感覺 這個 景深不對啊 不合理的事情就產生了 當你把歷史的先後順序 弄顛倒的時候 就不合理了 所以我現在一直覺得 台灣歷史不合理的原因是 Perspective You don't have the perspective 你們有正確的觀點 要說這樣 特定的地方變過大 下一張 這是在討論歷史之前 都需要有一些Persupposition 前置的基本條件 不然你不要說歷史 你沒有資格講歷史 你要講歷史要有些基本的條件 剛才我說的是 Perspective Priority 先後順序 還有一個呢 這些東西 也有Priority 也有先後順序 還有孰輕孰重 這些人都在靠邊站 誰的權威性最強的 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把什麼順序放在這邊 第一個 科學證據 放在最前面 這些證據像什麼 物理性質 碳14半衰期 碳14半衰期 按照碳會衰 每多少年 會減少一半的數量 來 現在做考古 大部分都用 碳14的半衰期 來測量 那個物件的歷史 看多久 但是它有一個限制 只能在5萬年裡面準確 超過5萬年沒辦法 再來 化學性質 這東西 化學性質會產生變化 大家要知道 這是尚在哪裡 生物DNA 這最近因為 是DNA的這個研究徽章 而且是新的突破 待會兒我會講 新的突破後 我們對很多 過去的考古學 重新洗牌 因為過去的考古學 我去學到東西 那時候DNA還沒出來 我學到東西 我就要判讀 這是什麼時代 過那時候人做什麼事 所以來做一大堆的假說 hypothesis 假設 然後我再求證 然後再推翻 再重新再假設 再推翻 所以就建構一些歷史 可是沒想到 當科學證據照出來一陣 所有的假說過去都要 丟掉了 所以考古系 一半的資料 現在都沒效 比如說猴子是人變 不是人是猴子變的 還說特定物種之間 是有關係的 當你DNA抓出來之後 哇 自動消除 過去的討論都不會說 因為以前真的 在科學上面非常有限制 所以大家用很多的 想像空間 去把這個puzzle 這個亂碼 要拼湊起來 變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第二個 歷史資料 比如說你去考證 說 這個Linguistic 語言上面 它是怎麼發展 比如說 你說台灣話 是不是 火柔話 不是 為什麼 台灣話裡面有很多 以前沒有做 跟不一樣的議員 在裡面 現在的 在中國那邊的火柔話 是不一樣 裡面只是 所以你即使在看一個語言裡面 也會這樣考古 有特定的發音是 中原那邊沒有的 我偷偷要跟你討論 所以你對這樣來看 你就知道 這議員是尚在哪裡 是經過多少traveling 遷徙之後產生 語言那些都屬於 第二類似的 歷史記載 什麼人說什麼 沒人考證 我以前說過 科學沒辦法證明 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的事情 你沒辦法拿來實驗室 再repetition 重複的去做實驗 根據重複的條件 規則 控制底下 產生一樣的結果 所以呢 你沒辦法說 這是不是科學 唯一有科學 敢定管科學證據 這可以prove的 第二個沒辦法 那有可能說 我們現在大家做起來 做一個假的文獻 把大家帶在圖裡面 能請你殺請你 要別人搖出來 我們一個很complete的一個 conspiracy 我們可以製造一個假的王朝 可能啊 文物文化產物 你考古去搖出來的東西 就proof 所以它是互相交錯 交叉的去求證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資料的分類 我現在在說怎麼樣分那個 我們看到得到手邊資料的先後順序 誰應該孰輕孰重 誰人重要誰不重要 第三個部分 時間空間量 比如說分佈的地方量有多少 不能直接跳到結論去 我舉個說量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只挖到這個特定的恐龍 量很多的時候 你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你在說這個世界都是這種動物嗎 不可以 只是因為你挖到的地方這麼多量 對不對 還有你很多沒有挖到的 你不可能結論說 地球在這段歷史裡面 只有這種動物存在 你的推論是錯的嘛 所以我們在說 priority裡面 還有一個是理性的分辨能力 理性的分辨 所以我今天課在講歷史之前 沒有情緒 很單純signific research 科學的研究方法分析而已 台灣人欠這個 過去你們上歷史課是在幹嘛 我告訴你自己洗腦 叫你去背他的propaganda 宣傳品 他的歷史是 按照他我剛才講 self-interest 還有他的罪 所建構起來的一個謊言 他叫你去背還要考試 考第一名的話 我讓你去裡面 我看起來 我對歷史跟地理完全看不下去 我說你裡面矛盾太多 邊造的東西 grounding on nothing 你的基礎架構沒有 沒辦法support你的point 所以他只能把台灣人關在島裡面 幫你洗腦 那叫做洗腦的宣傳品 你怎麼背到那邊懷疑什麼 所以秘書長說 這幾天你過去 大家的degree都沒在玩 為什麼 那是你在那個系統裡面的No.1 在我這個系統 你怎麼有可能No.1 要表示你過去的包袱也特別重 包袱太重了 被漢人這一套 到底有漢人 我到底說 我們就沒這個漢人 再來 假說 這是我剛才講的 成立、推翻、建構 過去就是hypothesis 我中間弱掉幾個 我今天主要是把課程內容focus 縮一點 不然會說太久 要不要時間又煩 所以你不管人類 你怎麼 比如說你 你很多中國人來台灣跟 電波組跟我們古殺做的男 沒關係 不會讓我們人不見 那都在我們DNA裡面有紀錄 走不去 他沒辦法 從那裡給我台詞 給我的人口減少 否則我的過去歷史都寫在我DNA裡面 你騙不了人 你如果要說我漢人我就不是 DNA去做一下研究啊 下一張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你在你這裡做什麼 你是水 你是誰人 蛤?台灣人 你是誰人 說得出來嗎 台北人都說得出來 想說自己是漢人 No No 你不是耶 待會兒我漸漸地要講 你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我舉個例子 很多人說台灣叫什麼名字 有人說台灣 中國人漢人為什麼叫台灣 幾個名字 我說都不是啦 都不是啦 叫佛摩什麼 那也不是啦 那是葡萄牙人 叫我們西方世界來這裡看 我跟你說台灣沒名字 為什麼沒名字 過去這些島嶼上面的人 我舉個例子 當我只有一個人在這邊的時候 我為什麼都會有名字 除非我跟人家互動 我沒有互動之前 你問我叫什麼名字 我就沒想到我來叫什麼名字 台灣這個地方不需要叫名字 因為以前跟人家沒有互動的話 為什麼要取個名字給他 對不對 那是後來開始有外界 一陣子說 這是什麼地方 給他給他一個名字 對不對 要不要自己自給自足的一個島嶼 裡面那個 原來住土地的人 本來就是住在這裡 沒有跟人家互動 也不用責任去抱那裡 說那個島 那個島 不需要跟人家說這個 當整個世界開始 遷移的時候 才開始給人家取名字 那名字都人家的 印第安人 比較多印第安大陸 都在購名 除非印第安人之間 Tribe 互相稱呼其他族的名 給他購名 對吧 但是不會說我是印第安人 對吧 他不會想出一個名字 我叫印第安人 所以我住在這裡 不是這樣 本來沒有名字 他只有Tribe 不同的部落的名字 瞭解不 台灣什麼名字 我跟你講 這是本時代禁止 我們都叫FOMOSA 因為是按照西方國家 給我們好的名字 中國那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但是 我們戰敗之後 中國民國改造台灣 這次 來 下一張 第一順位 我們剛才講 第一順位是什麼 生物的DNA 國家地理雜誌 這個不是我畫的圖 國家地理雜誌 最近有一個新的發展 它有一個project 它叫做 我看看 你可以去看這個 叫做 GENOGRAPHIC PROJECT 2005年就開始 你現在收集到樣本 你超過50萬個樣本 你無關台灣什麼人做的 你的樣本數都不夠 這50萬 全世界一起拿 怎麼取樣本 你給人拿一個棉花棒 在口腔裡面 把你拌拌 就你的細胞在裡面 對不對 拿到實驗室把你拆解開來 就看你的DNA 就分析 你就知道 因為人的細胞 每一次變異細胞之後 變異 你的descendant 你的後代 都carry 就是帶著你這個 已經變異的細胞 跟著它走 它走到哪裡 那個細胞就跟著 它跟誰結婚以後 還有那個紀錄在 就一直這樣下去 所以現在科學家很聰明 我就用這個來堆 我們的周生是什麼人 最好他們堆到哪裡 你知道嗎 你們看到嗎 這是不同的 它這是 YCHROM 還是不同的 PATTERN 我們台灣在這裡 這叫做M174 就亞當到夏娃 所有人類 你看 這是北美洲 南美洲 這都算不算 澳洲很早就來了 所以你在考古上面也發覺 四五萬年前的壁畫 一萬五千多年的壁畫 可以看到 法國南部也有壁畫 幾萬千以前的壁畫 都有 是看得到的證據 過去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 以為他從那地方會長出人來 不會的啦 人一個有源頭 你的Y染色體 X染色體 Y一定從爸爸那邊來的 你爸爸追到最後只有一個 所有人類的爸爸只有一個 很有趣喔 你想想看喔 這個 然後他每次便宜 他就做這個紀錄 所以五十萬多個樣本到出去抽之後 結果他拉出這個線 而且還有時間點喔 所以那時候來到台灣的人 六萬年前就來台灣了 六萬年前 六萬年前來台灣以後 這M174還走到日本去 走到韓國 再進去 所謂的中原地區 但是這裏有很多人 有M175 有從歐洲來的 有蒙古來的 有印度南部 這樣起來 都不一樣 所以表示什麼 到底誰是祖先啊 誰是誰人的祖先啊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啊 蘇典望族就是他們 我們M174啦 我們M174啦 他們是不得流不得流的啦 我們誰是純種 誰是雜種 他們是雜種 我們是純種 比較純啦 沒有說很純啦 但是比較純 M174啊 因為他有 不得到中原著國去染嘛 跟這些不同的人種在裡面混嘛 所以說有漢人沒有 沒有漢人啊 漢人你定義他的DNA給我看看 要不要定義一下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在那一塊土地上找到好幾種DNA 在台灣 我們高山組的血液裡面很純的 很純的 都要有自信耶 我們高山族人要很有自信耶 所以國民黨來 想要毀掉就是高山組的人啦 過去我國民黨你們搞錯啊 你們是祖先耶 祖公吉的耶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喔 你的血統很純喔 不要去染喔 當然我不想講這個種族方面的 因為到時候真正判 決定我們未來將來的 種族是其中一個根據讓你推翻過去 以便用漢人這個屬性給你吃到那個 假說 我把他推翻掉 用什麼推翻 用科學證據推翻啊 是不是在胡說八道 上網去查 還有一個蠻有名的 叫做BMC Biology 它是生物方面的 欸 拍謝我先講喔 我是畫家 我畫畫 I'm artist 我不是Biology 麻煩手機關掉 現場的 麻煩手機關掉 因為我被打擾了 不好意思 這表示什麼 我畫家都看得懂 你們當然看得懂啊 General Public 一般的大眾都可以理解的 我沒有在講很複雜的 科學什麼東西 你去上網查一查 現在的人都有 都可以有這個能力 了解這是什麼東西啦 要說歷史 先從這裡講起啦 不要編故事給我聽啦 為什麼 你要怎麼編我所知道 要怎麼證明 只是因為幾些人的證據 我再加一點 穿著褲子編出一個故事 來跟你講這是台灣史嘛 No way 這個是台灣史 從科學 從考古 從各方面的角度 來切入這個史 你就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之後才能下正確的判斷 不然你賺到人 人賺到老闆啦 你們祖公哪是漢人 哪是從哪裡來 是從我們這裡去的 搞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把文化 按照那個順序來 生物上的科學 或者文化層次 社會層次 到語言層次 這些不同的level 一些後來衍生出來的 這邊 有一個叫Dr. Spencer 你們也可以上網去看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說最偉大的人類歷史 其實是藏在我們的DNA裡面 所以訊息居然記錄著 跌在那個DNA 一解開它 很多東西都豁然開朗 M1其實已經在本島數了 老闆你 有沒有考古那是另外一回事 之後當然你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下一張 這個 你可以上危機 這個也不用 我只把它露下來給你們看 說一點小修改 台灣早期被要做稱為福爾摩斯 台灣海峽稱為 這就是我剛才說 一般十六世紀中期 葡萄牙水手 我對驚嘆之語 福爾摩斯 誰研究的 可靠的文獻 那都沒關係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個東西 已經把它的重要性減弱了 我是不是跟你們講 怎麼減弱 本來就沒名 那是因為人家要來進來跟我交易之後 我才產生的名字 你要選什麼 水材莉 水材莉 我目前覺得最好的名字還是福爾摩斯 因為台灣後面叫ese Chinese 台灣ese 我現在要ese 我比較什麼 American 或什麼 German 什麼什麼 French 什麼到的 Japanese 我不喜歡後面有幾個ese那些字 有點貶低你這個民族的意思 福爾摩斯 這樣不是很好 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 你叫什麼 福爾摩斯 很好 下一張 因為這是網路 我講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歡迎 寄信給我 討論 好 講到這裡 慢慢我要講 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存在感 因為你剛才說的科學證據 那都沒關係 科學證明你是什麼人 但是不證明你 怎麼能有資格再活下去 你證明你是印第安人 最後呢 現在是誰在講 那個土地誰在講 美國人在講 紐西蘭 毛利人 現在誰在講 白人在講 對吧 所以這個必須要有新的 概念進來 我來講一個問題 叫做存在感 在藝術史的課 我有講 就是說你小時候 小時候 打出戲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自己是誰 不知道 那你透過怎麼認識 透過另外一個的存在 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媽媽 最直接 打出戲的時候 輸媽媽會冷 媽媽幫你笑 把肚子養 把肚子養 把肚子養胖 得到滿足 那時候幫你笑 你慢慢就建構你的存在感 喔我很重要喔 有人給我照顧喔 對不對 阿漸漸 怎麼樣 兄弟姐妹來 把你扔 爸爸來 把你扔 你的identity 你的定位 就越來 由這些不同的東西 給你定位更清楚 對吧 這種從小被夫婦長大的人 都怎麼樣 很有自信 靠主心 有自信的 學習力強 學習力強 以後競爭力強 競爭力強怎麼樣 怎麼樣 生存力就強 你的存在感強 生存力就強 對吧 沒錯吧 所以人家的 人家的 政策裡面 叫做旺族 那種 都是人家的 學生都很老的 很勇的 女兒都很漂亮 很聰明 那種 這種人走在路上 無法忽視他的存在 他的存在感很強 這種人 什麼好看都他的 雖然我們有點忌妒 但是 這是人 也有群體上的那個牆 現在我講一下 這個存在感 會慢慢形成群體的存在感 group 好 我先講那個存在感 存在感如果發生問題 比如說 你們在那裡還有肚子餓 那時候 給媽媽咬嘴巴 痛 這是什麼狀況 小孩子會懷疑 想說肚子餓 小時候被虐待的小孩子就這樣子 他得到的回饋 feedback 跟他所期待的 是違背的 是相反的 那時候怎麼辦 他就慢慢就失去他存在感 我活的是幹嘛 所以我過去 我時常到育幼院裡面 去搶他們 帶他們出來吃東西 玩遊戲 但是往往都出了一個問題 總是有那一兩個 米的肚子餓走出來 我說 欸 這怎麼回事啊 他說 當作我不存在 嘴巴繼續吃糖 米的肚子餓 別人知道他在那裡 那就是受虐兒 小時候去用靈體 去用爬 去用爬 背部不給他顧好 所以失去存在感 真的很弱 所以他競爭力也弱 學習力也弱 很可能 那次就要靠別人幫他 幫他 幫助他長大 慢慢建構他的自信存在感 然後就去社會競爭 台灣人就是這種受虐兒 你知道嗎 我是台灣人 我是佛摩山 剩下你中國人 你喊人 不是啊 搞清楚自己是誰好不好 我慢慢一個一個幫你解開來 折到真正自己的定位 我先不講這個 個體的存在感慢慢建構起來 越加越多 比如說什麼 群體的存在感 比如說有個部落 存在感比較強 跟一個存在感相對沒有那麼強的 他的競爭力比較強 所以可以打敗他 以前過去部落跟部落 那邊在想什麼 汽水資源 水啦 還是土地 競爭的地方比較好 比較肥厚 我如果老盆 就把他的床滅掉 不然就在冬走 我的土地越來越多 就是這樣 那就是部落跟部落 部落 越結越大 對吧 我打敗你這個部落 把你消滅掉 我的部落就越來越大 大後跟其他大部落在打 打完以後變成什麼 小的Kindon 小的國就造出來 以前日本那樣各個國 德川家康 西貴黑白打 中國那樣很多國家在打 歐洲也是很多國家在打 打到最後這樣 開始集成大國 這麼多小國家起來變成什麼 像英國不同的States加在一起 像英國 英國是什麼 邦聯 對不對 好多個邦加在一起 五十幾個邦 看你敢給我打嗎 對不對 你要打英國人 吃拼了 試試看 你要打英國人 跟英國人合作會 沒有打 現在跟日本人合作會 你中國人要打什麼 日本跟蘇合軍演 你中國人要打什麼 你要打中國人 想看看 搞不清楚狀況 我會繼續講 好啦 講到這個 競爭 互相抬來抬去 過去部落跟部落殺的時候 會把對方求財 球長的頭 躲起來 過了他們部落的頂端 為什麼 會示警 過去是全台 全村都滅掉 以後不會有人跟我反抗 但是後來想 這樣不對 那土地那麼大 我都跟他抬了了 過後來我自己來製作 也很累 所以怎麼樣 他就 會跟我打架 或是騙人都抬 跟公的 比較弱的 都給你老的 老弱 父母都老的 繼續在那製作 所以我喜歡講什麼 支援回收人 我們台灣的支援回收人 我們過期到美國戰敗 我們叫老來 騙人都日半 叫台西 不然就出國啊 不然 走到理路下 騙人都不走出國就不回來了 那不是 就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的人 我們比較傻 比較不競爭信仰的老在台灣 那比支援回收人 就支援回收教育給你 你就繼續用洗腦 洗得傻傻 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支援回收人就算了 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是誰 現在還在電腦拜託換一個名字給你 說你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邊垂地帶 你永遠也不會是主流啊 你怎麼可能取代中國人 你說不是 本身都不是你自己熱臉貼人的美股 說自己是中國人 還好笑 那有些人說 說得有春 人家說不會白錢 說得不會白錢 沒辦法騷養 個人 群體 部落 王國 大國 聯邦 國協 這就是什麼 生存競爭的殘酷本質 過去我們還是部落形勢 在台灣這個土地上還是部落形勢 幾萬年來都沒有跟人來往的 是後來人科技發達之後 比如說中國 日本 西方國家強權來 他們要擴張他們的勢力 還有很多資源 看到台灣這個土地 不錯 來了 那時候他們對日本一樣 黑巡來 黑巡人來的時候 一開始先做什麼 鎖國 先關起來賣給你來 我們以前台灣沒有部落 不是國 所以人要撞一下就剛才了 你打就打不贏的人 說過後打 船間砲利 當然啊 這是過去台灣歷史就是這樣 生存競爭的殘酷本質 就是去用台 去用割 土地上簽名 他就說你是部落形勢外 可以跟你簽名 因為你還不是state 還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呢 生存競爭手法 人各有益 巧妙各有不同 怎麼生存 台灣人怎麼生存 所以開始亂什麼事情 是還我大名 漢人來了 有制度 還要奔基 還要好康的 跟你交換 所以白婆做很多都漢化 去拜那時 有好康的嗎 這樣也來拜 也來去廟 還可以靠宋朝那些科舉制度 我也來靠中國那邊 我那邊 文化上要副作 可以得到好處 就開始瞧不起自己的人 開始往另外一個強勢文化去認同 是過我大名 日本來了也是 我們的孤家 很有名的孤家 就是這樣 這小的名字是這樣 馬上我這一邊 中國人來了 現在他在那邊贏了 台湾人那個狗腿性格的造才叫破 中國人講國語的北京話 笑死人 馬上就 劍鋒轉舵 沒辦法了 我們是弱勢 因為你被尋求一個生存的空間 所以生存競爭手法人各有異 巧妙各有不同 第三 生存機會有認同的群體 生存條件來決定 你去認同這個群體 比如說你認同日本 還是認同 中國 還是美國 都好 你會去判斷他的 怎麼樣 生存條件 他們比較高 他們就認 什麼人比較奇怪 生存條件差的還去認 那個很奇怪 中國生存條件差的還去認 那很奇怪 你講不出這個道理 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 你不去認 要認那個墨流國家 因爲什麼 因為過去的歷史 他好像給你尬 被他的強勢文化影響很多 我現在講很現實問題 我沒有在說高調 我不是說理想派的問題 我會說 好啦 台灣人你有一個特殊的血統 你如果要認同別人比較強 你也要選一個比較強的那些人 哪有去選強國的那些人 那是 沒了就沒了 現在等於要用打 要用修理 再去認他 你是台灣人實在 下一張 OK 生存權以下列幾個理由來決定歸屬 你可以說 我為了DNA要打仗 我為了血統而打仗 我為了語言 因為我們都說同樣的 你為了這個打仗嗎 你為了宗教打仗嗎 回教國家是為了宗教打仗 他無關什麼人 聖戰 為了宗教的理由 為了阿拉來戰 有沒有 宗教的理由 那為了什麼 為了文化來戰 以前為了信使 我們膽子打的 臨的 為了生存而戰 宗教啊 我們佛教主 跟他們的基義國的祖教 都在修法 打 回教又跟誰打 又打來打去 對不對 語言 說不一樣的就是打 歷史 因為觀點不懂產生的歷史觀 現在就是這樣 對台灣人的政黨 自己是漢人 從漢人的觀點 不然就是住在台灣 這個島嶼上面的 台灣人 佛摩山 開始要建構自己的系統的時候 發覺到底要認什麼 過去的態度就是自己認同漢人這個地方 建構不起來嘛 第一個你也沒有人家的新主牌 你說你自己是漢人 你這樣的政權建構不起來 又沒有人騎 又沒有人外騎 又沒有人有那個政治手腕 還是 從一開始就知道是輸的 你再採取這觀點 輸到 連後代都不見 再來國籍 日本人住在美國 修台那時候要拿誰打 日本打美國 美國打日本那時候 日本人拿美國籍的要怎麼打 那時候就發生了這個問題 那時候北人比較坐 日本人比較久 所以跟日本人說關他這位 說你這個效忠文化跟你懷疑 把你關在那個Camp裡面 不然你出去打 日本人說我已經認同你們 我是美國人 為什麼不可以替你們打仗 德國那個納粹 你怎麼不把德國人關起來 不好意思 這裡面的理由很複雜 不光是 還有人種的問題 還不是國籍的問題 美國你不是說 來住在這地方 在這邊出生都是美國人嗎 不好意思 那又是實力的問題 你的人數不夠比例 所以你台灣人說 我要移民去做美國人 不好意思 你到那裡 你是 minority 你是少數的 你的意見 參考就好了 你不會形成力量 要形成力量也輪不到你 先由黑人來拿 因為過去他那麼多帶吃了虧 叫別人欺負很累 做奴隸 他當然先拿 哪有什麼好處他先 再來什麼 Hispanic 以前過去年度都住在那裡 是美國打下去 早期移民怎麼輪到你後來 因為這個個人的利益 說來移民的人 這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你參加美國 你到底要去什麼 我要斷根了嗎 對我開始 我的下一代已經認同美國人的文化了 我在美國住了十幾年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你以後 你的後代要在這邊怎麼生團 怎麼生存 以生存的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我講的已經很露骨了 已經避開所有的我們的表面旅言 我直接很露骨的切入一些生存的問題 性別 男人跟女人的戰爭 你們在笑 男人女人 可是女生很喜歡講這個 你們男人都這樣子 可惡 你們女人都這種 沒有啦 不應該為了這種理由打仗 可是呢 好啦 下一張 這歸期 福爾摩莎 歸期 國家地理 National Jogic Magazine上面是什麼 福爾摩莎 The Beautiful 美麗的福爾摩莎 19 20年的時候的雜誌 1920年 人家的國家地理雜誌就已經在講福爾摩莎了 這時候 那時候在轟炸 B29在轟炸的時候 B2到 B2到 台灣人會說 風炸 佛摩莎 對不對 那照片的畫面 佛摩莎 那有用台灣 有沒有用台灣 所以台灣不是母親的名字 福爾摩莎也不是 我們沒有名字 但是我們趕緊接到好聽的名字 下一張 這在舊金山合約裡面 來看 福爾摩莎 跟澎湖 在舊金山合約裡面是福爾摩莎 用的福爾摩莎 沒有殺台灣 下一張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是 在時間上面拉長你的死關 到六萬年 在空間上不同角度 生存角度決定觀察角度 搞清楚 你是為了你後代在這邊怎麼生存下去 來決定你要怎麼看 不要再走跟歷史相反的方向 要不然你就會被滅掉 你就沒有後代 後代就沒有認同的方向 高山祖的 心情痛 很重要 你的血統很純正 你是稀有動物要被保護 不要亂 帶母或是要嫁都嫁自己人 保持你純正的血統 很珍貴 你身上的血很珍貴 不要小看這個 很珍貴 待會給你們看照片就知道 OK 從海島的立場來看台灣 不要從大陸觀點 什麼不能入海 海軍最弱的 那都是中國人自己灌輸的錯誤的觀點 一大堆陸軍 笑 那就是中國人漢鴨子 他現在也走不出來 所有遇到海的他都出不來 你只能往陸地去發展 你本來就是陸上的東西 你是陸上的烏龜 你不要跑到海裡面 不是海龜 你出了海你就會出問題 中國你如果敢出海就會出問題 海不是你的地方 你只要跑來這邊做什麼 你敢出來 會很糟糕 先預測 歷史解碼如何讀手邊的資料歷史 這樣也行 當我有建構這麼大的一個scope 這麼大的範圍之後 你再回去看你過去的東西 可以扔掉了 以前的歷史 中國國民都把你射給你騙的 那些都扔掉 重新看 下一張 那時候美國人 那個歐洲的移民跟那個英國的那個 還有Pilgram就是歐洲那個清教徒 到美國的時候 看到印第蘭的時候 你記得那時候 日本拿到台灣那時候 右半邊都不是他的 對吧 遇到這麼多部落的時候 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請美國人來 說這個人要怎麼處理 因為過去 中國人說號稱 鄭成功台灣 還不是 他鄭成功 台南附近的小一個區域 說好像在佔台灣 怎麼 不是笑死人嗎 你的統治範圍在哪裡 對吧 那時候有荷蘭 有西班牙 北部西班牙 荷蘭 還有一些大度王國 不同的王國 台灣一大片的地方 一大片都是我們古代做人在那裡 你在那邊號稱稱王是在稱什麼 對不對 整個台灣的島的建構主權 是基本上讓我們建構 他怎麼建構 因為他清朝手中拿到這塊土地的時候 只有左半邊 右半邊沒有 他左半邊都只有 設省設縣 沒有真正在建設的東西 他就在蓋廟 蓋城 蓋城 蓋廟 右邊 怎麼處理 他就找美國人來 說這塊沒有處理 你有經驗嗎 你要對付印第2人 你說 哦 他們是部落的形勢 還不是個國家 所以你把他征服以後就好啦 他也沒有領土啊 他也沒有領土還到處走啊 就是這個部落部落的領土 他就給他征服 所以他怎麼樣 各種方法 用軟的用硬的來 軟的是什麼 他派到皇族跟你通婚嘛 所以我們的古少座裡面有一個人的血統 皇族的血統 有哦 如果不願意通的怎麼辦 戰爭啊 比番啊 過去 我們的高朝主持有出操這種事情 我有相片 只是今天沒有帶過來 出操就是他把人家戴上去放 那時候日本人在台灣出操 給我們 戴上差不多兩三百個人 漢人 不是漢人 平埔族 以前住在平地上面給我們台 六七千人 頭都放在頭顱都放在 日本人來說 你這不能跟我們這樣 不要再說人家戴上的 所以他就禮番 給你教說 那是人道的處理方法 下一張 OK 好啦 這個圖就看得更清楚了 人類歷史 二十萬年 我假設啦 這空檔我不解釋 但是六萬年前 M174進來 這個距離哦 所以我們最近的一萬年 是在這裡 最近的一千年在這裡 最近的幾百年在這裡 放大放大放大 給我看 歷史啦 按照長短 你給我看 這邊西班牙統治體 1624 1683 西班牙荷蘭 北西班牙南部荷蘭 中間還有什麼東寧王國 那真好笑的一個小小的地方 整個人說可以東寧王國 大清帝國佔了左半邊 右半邊也不是他的 真正建構台灣主權是這樣 所以我給他比較大塊 其他一半就給他一半 幾分之幾就是幾分之幾 那邊看 會比大小嘛 這我做的圖 大日本帝國之後 從這裡來 還有這麼多了還維持殘餘的主權 在這裡 美國現在這麼多了 1945年以後 時間118年 大清帝國212年 在台灣有什麼建設? 沒有啦 下一張 號稱 對來講資源回收人 現實主義決 沒有容易感個人主義 下一張 再下一個 我為什麼會知道台灣史 我相信大家都需要知道 下一張 中國人所稱的台灣史 知那觀點 你們去上維基打一個台灣史 看得很奇怪的圖表照出來 我剛才講的什麼民政王朝 什麼王朝 根本怎麼不知 你的領地這麼小 怎麼會是這樣子 所謂的民政王朝勢力範圍得多大 沒辦法 你們可以上網去看 清朝昊正在台灣建省做了什麼 可以去找資料 盡量去找 知那眼中的台灣是什麼 我跟你說 那時候 當時那人看台灣是什麼 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 為什麼會反? 你不會自理嘛 你不對你好嘛 人家都要翻幹嘛 你不給我通地 我看你是來剝削我 不是來統治 待會兒就下一張 我們再慢慢就來講 這是地圖更清楚了 清朝的時候 他們畫的地圖 明政時期 他的統治範圍是這麼大 你告訴他 你佔台灣 鄭成功佔台灣 怎麼好笑 你的統治的範圍是這麼大 這個 以前荷蘭長官轄區是在這裡 大都王國在這裡 西班牙在這裡 大都王國在這裡 打問號是說 不知道多久 他是很多在台地部落 結束會 所以他們剛才就去撞到旁邊 都開始笑扒 後來就退回來 就保持他的範圍在那個地方 時間點都有 16多少年來一年 他在荷蘭西班牙時代做殖民地 他要的是你不同的東西 來下一張 大日本帝國觀點 先跳下一張再回下一張 我看下一張是什麼 下一張先給我看一下 好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在台灣 日本人接著50年而已 50年裡面 一共17代 總督做了什麼事情 光念 你們就已經amaze 怕到死了 怎麼會那麼多 我跟你講 我開始用念了 你們聽跟著走 明知28年 1895年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明政 領台善後 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審法院高等法 三個法院制度建立 警察制度建立 理番政策確立 醫院要設置 鴉片制度 一整假鴉片 他為了讓台灣人最後斷絕這個鴉片 一包一包來 不是馬上用打用什麼 他先讓你說說 你按到時間來持鴉片 OK 但是我要管你 就鴉片鴉片 他最終的目的是讓你斷絕鴉片 然後你看 再來是教育制度 已經說過了 油變電信實施 我跟你講 日本時代 台灣和吉本有地下電燃 你敢相信 1920年就做這件事了 再來 定期航路開始 開始開定期的船次 渡量衡改正 這都很重要的事 過期青年沒可能做的事 也沒有那個能力做 經財政金融制度建立 舊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入 進出 一開始要建設要急 那時候台灣總督要做什麼 籌錢 要從不同的日本銀行 說來贊助這件事 甚至於Q到朝鮮銀行去 然後這是第一代 1896年才一年做這些事 這是第二年 1896年 貴太郎 他從6月2號做到10月14號 已經做這麼多事情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台灣地租規則實施 政治犯臨時法院 台灣公醫之公共 醫學 醫療制度創始 國語學校預備 準備 乃木西典 明治29年 三段警備法 阿片漸進制度 阿片專賣教育制度 擴充民事訴訟條庭 醫院設置台灣聲章 聲章是聲勢的聲章 條規制定 新高山秘筆 那時候那個玉山 我們現在叫玉山 那時候叫新高山 新高山的意思是什麼 還有一個比富士山還高的 叫新高山 有驕傲嗎 比日本富士山 這一次不能夠叫新高山 獲得台灣總督府 頒獸身上一千餘名 台灣人的檢藥傳記 一千幾名台灣人 櫻曲田一郎編修 1916年出版 是日治台灣遊軍政管理時期做的事情 明治30年1898年 第四代總督的阿越元太郎那時候 你們如果看那個板上之雲 那部電影 很厲害的一個 可是真正 做這件事是 實際在台灣負責的人是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後藤新北 後藤新平 這個人 我有很多的 不同的看法 因為他守得比較socialism 他比較anti 他比較反政府組織 他的後代有很多人 包括影響到 影響到宮崎駿去了 你敢相信嗎 宮崎駿最近不是 右派起來 要宮崎駿說我退休了 賣國威 中間好多複雜故事 我沒有辦法今天講完 我只大概帶到 為什麼會有日本左派右派的想法 為什麼社會主義 那時候都已經影響到 日本在統治台灣時候發生的事情 警察及私域官養成機關已經設置 沒有 你現在派人來 他要養成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地級調查 馬上是日本人來做很多的 調查 日本人很認真 做事情都調查紀錄 調查紀錄 大小租泉地方制 規則制定 基隆高雄主港工程 那時候就要蓋基隆跟高雄港 全島道路鐵道建設 全島的鐵路是日本人創造的 成立便宜 十斤時間設置 總督府醫學校設立 台灣銀行創立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二十年計劃 財政獨立計劃 預定明治三十八年完成 那種時間表 離災 離患災救助基金公佈實施 非常人性化 祭祀工業設定 蠶足廢止 那時候台灣人還在 白膏 你們會記阿嬤 我們的阿嬤阿祖 你們是阿祖 我是阿嬤 都有白膏 唐業政策確定 台灣神社創建 學校整備 台灣教育會設立 阿片檢禁政策確立 衛生設施 張腦炎 煙草專賣制度 匪徒鎮定理番事業 番地番族調查 南枝文化設置 補助 南枝日本 台灣集民學校戶口調查 下一張 1906年第五代 理番事業五年討伐 農會設立 內地人農業移民事業開始 就是 日本人開始 農夫搓來台灣 他們知道怎麼進行的事情 搓來 整個月搓來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你有沒有看到嗎 以前 那時候中國人不知道這件事 完全不知道 現在 現在有多少人 縱冠縣全通 有厲害嗎 縱冠縣 後來日本天皇是坐飛車 到屏東去 縱冠縣 中央研究所開設 化學部 衛生學部 阿里山開採造林事業 他們不是人家開採 不要說話都會不會說的 還說造林 產業組合規則 共佈實施 博物館開設 圖書館設立 飛車站頭前 館前路走到那個博物館 松山療養院 現在雄山的 以前的便宜 去做廢截盒 那時候很流行廢截盒 第六代總督 安東真美 大正四年 1915年 同匪事件解決 西蘭安事件 新莊事件 臨時戶口調查 台灣勸業共進會開催 就是那種 總督府駿工 那時候總統府已經去好了 宗教調查 他們很尊重不同的宗教 宜蘭縣 屏東縣 開始起工 商品陳列館 要買東西有一個陳列館 開設什麼 廈門博物館醫院 你沒有看一間基館 廈門 會問 這個台灣什麼 日本人不這麼會問 他那時候有一個南京政策 他不會客氣 他廈門之後 還有廣東福州博物館醫院 你說中國人 你說日本人外派 真好 他在考慮 要讓整個亞洲的人提升水準 中國人你沒辦法做 我拿你做 我拿你去便宜 把你的醫療制度拉起來 過去都沒有錯誤的教育 洗腦洗到日本人 日本人 我們台日本 帝國的日本人 是這樣做的 這都可以去求證 明石 明鳩 台灣電力諸事會這 台電 日月潭水利失業計畫 日月潭是一個很大的案子 所以沒那麼容易 裡面欠著很多錢 需要進來 土地開發計畫 那時候就開始了 1918年 台灣教育令公佈實施 學校體系化 設立華南銀行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設立 有沒有看到 南洋燦庫知識會 縱貫線導入 中部海岸線開通 這個厲害 大正8年1919年第8代 田建治郎 我待會兒給你看 田建治郎日記 施政方針什麼 疑似同仁 同化政策 內地原廠主義 就是無分台灣人 和日本人 全部都南社會 教育要一起 台灣教育公佈實施 差別教育廢 測廢 共學制實施 就是做一個黑了 無分了 加南大俊起功 我待會兒給你看 加南大俊起功的照片 地方自治住確立 第一回國事調查實施 農業倉庫設置 戶籍令 胎行廢紙 人道 總督府平議會官制實施 中央研究院各試驗所統合 學校組織改名 高等學校設立什麼 有平常科跟高等科 一個是四年一個三年 台灣史料編轉 黃太子殿下台灣行 赤高山命名 回到剛才的第一章 我隨便栽錄他的日記 因為我有他的 我們的那個 國內也有出版這個 上中下三集 他每一天的日記 就是每一天 這些總督都會寫問 今天發生什麼事 就是1月13號 尾宇 好問啊 在去燈廳 林牧聯隊長 伴隨了 新來的 英國駐在武關 陸軍大會 Lazel 來理訪 高牧有之 來敘述 敘述 對智塘工業電器 應用之見 及應用作搏 這個搏 可能不對 那就是 甘心破 用來制止之見 調查 經過 古野法院長 和田法務部長 來訴 匪徒懲罰令 跟刑法騷擾罪之關係 你看 其實總督都要看這件事 世界思潮社來後 不同的 派別的思想 知德二 同警 丑太郎 祭司來報告 加南大郡公事進行 祭司來公 加南大郡 沒什麼 倉訴 台灣電力 善後處分 大帳審議 進行經過 養工業銀行之資金 要付金 你看 有大也有小 台灣學生 林伯可來訴 本期中學畢業 要進去福岡高校文科的事情 他也開始了解跟他說 台灣思想之惡化 那時候還有社會主義在台灣鬧 他說惡化的原因是以前 在東京的學生輩 在台不過蘇 台灣人有去東京去亂 想說很厲害 結果都要搞社會主義運動 反政府的 特單在多少 請社會主義而 未到危險之程度 他覺得沒有到很危險的地步 不用這樣想 一般人民極其忠實、順良 總督的眼光看你是極其忠良 對台灣人來看法一下 你不會覺得 那跟中國人 我剛才說字納人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返對不對 為什麼返 因為你沒有那麼獨立 你要求台灣人 我為什麼沒辦法患 為什麼後來頂一輩 爸爸、阿公、阿嬤 對一輩人要懷念 這不是打出來逼他講的 他很自然的說 我只看這個 來 下一張 你看 抱歉 再回到剛才 幹 一事同仁、聖恩 絕無危險之餘 他這個 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天皇要來了 有人就在講壞話 說台灣這個人怎麼來 你先不要去 他說沒有啦 那只是那裡有男子來的人 這樣而已 其實大部分台灣人是很溫順的 所以你不用煩惱 可以來 一般人民極其忠實、順良 幹 一事同仁、聖恩 就是因為你把我們一事同仁 我們是很感謝天皇 所以沒有危險之餘 第一張來 這下料果然天皇好來就來了 我待會給你看照片 來 下來 再來 我剛才還沒有講的部分 1923年第九代總督 鐵道建設改了 是這個嗎 這個的前面還沒有一個 沒有嗎 對 下一張 對 抱歉 1923年 自由港設置調查 那時候已經討論了 公治公布實施 公治的東西Meter 台北地大創設準備 後來怎麼樣 台大就建立了 台北地大就設立了 台灣美術展覽會 也比順 很跟上西方的思潮 不是單單在建設建設 它軟體、硬體都一起做的 台灣清果朱氏惠色設立 米總改良蓬萊米獎勵 我們在台灣的蓬萊米 米股檢查直轄 東部開發調查 東部鐵道全通 厲害吧 台灣銀行救濟 然後什麼 建神社 那時候台北州台北市南門町 桃園大駿 大駿的新設 宜蘭佐水溪製水工程 日月產電力事業 直經到位 日月產電力事業 地出調查 大軍完工 嘉南大軍這時候完工 物色事件 軍警分離計畫 警察加軍隊分開 樂森院成立 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東西 陳大全身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 下一張 這跟你們都有關係 無關你在台灣 在一個地方 我講到你們都會怕一下 台北放送局 就是電台 電台 蘇澳花蓮港間道路完工 花蓮港主港工程 大台北地區計畫 躺葉 共婚法 我跟你講 共婚法是什麼意思 有人知道嗎 就是台灣人跟日本人可以結婚 這個共婚法就是世童 因為它是內地延伸 所以你就是日本人 所以他說當然 過期呢 不被鼓勵 現在開始共婚法 上網的話 有一個日本人他寫了一篇文章 是針對這個 所以住三 我的住三以後在你們看 他就討論那時候的共婚法的內容 和條件 他遇到的狀況 日威月潭水利開發 發電完成 各種法令整備實施 犯人政策稅行 地方自治改正 選舉權賦予 周市議決機關 接莊諮詢機關 半數官民 官選半數民選 國族地方稅 調整調查完 台灣 台北飛行場 叫台北飛行場 台灣使政40年紀念 紀念博覽會 就是我們說的博覽會 40年 他有一個成果發表 真的嚇死了 我待會兒讓你看看照片 嚇死了 台灣拓殖 諸室會廁 商工法院 市場的獎商 府政調查會開吹 稅制整理 聽制實施 內臺 時差廢測 沒有跟日本差一點點 這都同時 台中港 竹港工程開始 寺廟整理獎勵 改姓名獎勵 臨時教育調查委員會 那時候設立三個 國家公園 我們是在講1920幾年的 是1930年1920年的事情 那時候有新竹大地震 震災 好 下一張 來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西方國家 台灣對來講一下 宣教對象殖民 軍事商業宗教 族城 同商代辦 對日本來講是生存的命脈 是南京政策的根據地 做得在這裡 黃明障的政策 對中國而言 是邊垂 是話外 是蠻夷 是會在那裡 也會在那裡陣 政治抵抗西方的戰略位置 竹城蓋廟縮碎 歷代的流亡人 來台灣人都在什麼 都是流亡的 歷代的流亡人都來台灣 都是人不愛 如果比較有競爭力 怎麼會來台灣 他絕對是在中央 他們在北京 高官 官比大的 下一張 下一張 都是這樣 香港人最近 上海開始 有人在連署說 要刷來台灣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我們從生存的角度 來考慮 我們都要搶誰 快一點 把我們的頭腦搶起來 再下一張 我們來看很多照片 以前清調來的照片 1895年那時候的照片 我找得到 來 再來 到處都蓋車 下一張 我們就一直看照片 那時候的那樣 來 再來 讓你們做比較 那時候的車我都在找出來 來 再來 這是馬街到台灣的第一個 叫做皇后旅館 馬街報室來台灣 他們在宣教的時候 他第一次住的那個 號稱旅館 但是聽到日記來 就說湊蟲一大堆 還有美國的 Princeton來的 但貴族加拿大人 Oxford進來的 Princeton神學院畢業 來台灣 都要吃 過一枚 好 下來 他跟當地人吃飯 那時候的台灣 他比日本來的 最近還要走 差不多 走十年到十幾年 再來 再來 下一張 開始這般吹起 不好意思 我的阿祖 就是那時候 跟馬街報室 我的第四代的上路教會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我們現在開始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 我那上面有寫 你可不可以念一下 那時候是哪一年 18 1874 然後你念一下那內容 1874明治七年 西鄉重道中將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 那時候禮分 18多少年 74要 OK 下一張 真貴照片 1874年的兄弟 你怎麼找到1874年的兄弟 那時候 日本人來啊 他 高手做跳舞 唱歌 所以有小朋友你看 看人跳舞 那時候跳舞 都珍貴照片 來 下一張 來 這個上面寫什麼 我被講弄錯 1913大政二年 林木大佐 OK 1913年 那時候禮番政策 那時候怎麼會出臭 跟他們獨頭 所以他們就去 雙地 跟他們說不可以 後來 OK啊 他們跟他訓志工 你不可以再帶人頭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照片 來 再下一張 1913年 我這邊很多珍貴照片 美麗的 我們高茶族的同胞 漂亮嗎 我覺得很漂亮 你好漂亮 我上面有一些給年時間 應該有 他們有寫招合多少年 我記得是1920幾年的時候照片 很可愛 手上還拿一個灰 我不是那麼硬的人 我還是會看這個 好歹是畫家 我會選一些美美的照片 我將近有十五百張照片 今天他給你們看一百張照片 我手邊有這麼多照片 這是馬街 馬街那時候我就跳痛了 媽該拿來台灣以前的照片 來 下一張 這個時候是那個 是非 軍機在台灣搬來搬去 日本的那時候 抱歉 因為這一次沒有整理照片 所以照片我會跳來跳去 時間點不清楚 來 下一張 我就一直跳 我們就可以看看 那時候帶小朋友 那時候台灣人是這樣的 情況下 不要弄錯了 台灣人是這樣的 日本通敵之後是這樣的 再來 我們就一張一張慢慢看 那時候的高雄港 高雄港 高雄港 從上面往下照 來 再下一張 高雄港 好 再下一張 啊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幼稚園的園優惠 日本人時代就像這樣 很重視UGM 小朋友的幼稚園園園 很可愛 這裡有一本紀錄 美國紀世界各國的國旗 這小朋友圍到那樣 還有人帶隊一排 現在在生遊戲 有沒有滾輪胎 比賽滾輪胎 來 下一張 那時候的台灣軍 再下一張 我真的跳的照片 跳著看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那時候兵役檢查 你看 昭和二十年一月 徵兵制度 第一批開始 下一張 那時候 對 軍人穿的衣服 很特殊的 下一張 那時候在街頭 我們日本人 尤其做帳兵的時候照片 下一張 下一張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 去日本神社機 去拍 日本神社 台北 神社的時候那時候照片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在屏東的一個部隊 那也是台灣人的部隊 下一張 古號樂隊 軍隊裡面的軍樂隊 不是只有軍人而已 是軍樂隊 都很稀釋 你看他的 下一張 天皇來到 這在哪裡 那是廣州還是鳳山 好像是壽山 對 壽山 壽山 那時候下來的時候 好 下一張 那個部隊 你看 海軍在這裡 陸軍在這裡 穿得很漂亮 很精靜的 騎 下一張 裡面有各國的五官 你看 美國人 跟德國人 俄羅斯人都有 下一張 空拍圖 這最清楚 你說什麼建設就不好 有沒有都市規劃 有沒有都市計畫 有沒有道路 你要看的人 你就知道了 這就知道厲害 我們上面是寫什麼地方 我有一個檔案名 沒有 下一張 我應該有給檔案名 奇怪 我下一次我會整理有檔案名出來 這是哪一個車站 也沒有 下一張 我下次我要弄檔案名 這台中啦 你以為那是誰蓋的 日本時代就有了 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那時候蓋上現代化的東西 下一張 這一張 我記得是台中州州廳 台中州的 我們台中州廳 還有下一張 很多漂亮的照片 這是台中州的什麼嗎 他有沒有寫 我都沒有寫 下一張再看 我看到有寫的位置 你知道這哪裡 去過城公園你都知道 綠川西街 城公園那時候車都放在那裡 綠川西街以前多漂亮 好像歐洲 綠川西街 台中在火車站出的 好像自由路附近 我不知道什麼路邊 是不是 這麼有台中人嗎 沒有 有沒有 這是什麼 綠川西街 你知道嗎 確認 以前比較漂亮 現在 這麼漂亮的綠川西街 他的名字是這樣來的 我們現在都沒有那個名字 沒有那個 綠川西街 來 再來 三山路 你們就要唱三山路 有沒有 三山路 三山路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兩牌 主要幹道在中間 兩邊有慢遮道 然後沿著邊邊是種樹 正手啊 這叫三山路 那是很高檔的才會就這樣 學那個法國香西力大道 三山路 日本人這樣去台灣 來 再來 那時候海軍軍官樓盤 開派對 你看那種西式的餐點 1920幾年 來 再來 神社加多藥神社 你如果有那個黨名就跟我講一下 來 下一張 這有沒有黨名 沒有 再下一張 這裡是哪裡 好啦 我下次乖乖的去做黨名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總會出來吧 台南車站 台南車站 裡面 來 下一張 台南飛車站 這個叫什麼 不要小看這個 我們現在看 1920年叫做 智唐工業 機械化 電氣化工程 都用電 用機器在家做的感情 所以那是很高科技 在當時來看是很high-tech的東西 來 下一張 又是空拍圖 這裡是哪裡 來 再下一張 我跟你講這個軍事動作 這是 這個就知道了 雞人的顏價 顏色的顏 很出名 台灣四大家族其中一個 做那個金瓜石煤礦的 台灣礦業 你們都沒有人知道 以前的台灣的礦業 黃金啦 出產黃金的 顏色的顏 顏家的小孩子 最後跟那個 不知道是招蛤哪一代天 在學習院是同班同學 我都知道很多細節的歷史 現在人又換掉 建宗第二屆 那時候台灣有幾個 直接到日本學習院 跟日本天皇一起上課 台灣人家生都好走 我下次給你們看 以前 我的 古工 已經到芝加哥大學去讀數學系 我的古工 就一九一幾年的時候叫芝加哥 那時候 像黃曹琴 黃雕琴 杜聰明 那些都叫 歐美去留學 我後來我在 我是念冰大的 我後來我那個住址 上次看到那個 杜聰明的那個 在美國寫的日記裡面 寫那個住址把我嚇了一跳 South 45th Street 南45街 居然跟 杜聰明同一條街 號碼它200 多少 我是248號 歷史上有很多奇怪的 交叉路 很奇怪 我在美國讀書 我怎麼去選這條街去住 住了兩年 就沒想到以前杜聰明就住在街上 那種感覺很奇怪 很好玩 來 再下一張 江南大郡在發包工 開始在施工以前的照片 你不然都有做記錄 這個之後有很多江南大郡的照片 我都沒辦法給你們看 等一下 拿一張給你們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如果有黨名你就跟我講 要不然我就跳過 神社 那時候是水源地 江南大郡的水源地 它在吸水處 怎麼建設 來 再來下一張 這就清楚了 這很出名 加農 棒球隊打到家子園冠軍 加農 以前的加農 加義農工 學校的照片 你看加農 日本內地 野球 野球 出名的 昭和五年 加義是加基 來 後一張 這是神木 阿里山神木 後來沒有了 那時候日本人發覺 我還沒寫 來 下一張 這一定是 沒有寫嗎 好 再下一張 也沒寫嗎 奇怪我都沒寫 好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裡總有吧 我看一下 基隆的 基隆車站的 我跟你講 我有全台灣各個地方的車站的照片 大小車站的照片 鐵路的照片 火車的照片 每一個公賣所的照片 來 再來下一張 我吃不到就全部都給你看 來 下一張 這裡又是哪裡了 還沒放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等一下 回到上一張 這上面有寫什麼 看來 算了 下一張 這裡是花蓮 我跟你說 那時候東部 花蓮 再下一張 我記得是花蓮 對呀 花蓮港 台東 你看 主要都市 那時候花蓮建設得那麼好 現在花蓮 看我下面建設 除了民宿以外 還有旅館以外 村裡沒了 下一張 這裡下面會下一張 我上面真的沒寫 下一張 好緊喔 我下次要很仔細的來 來 下一張 我都沒寫 來 下一張 再下一張 你看那時候電線全部 這邊沒有寫嗎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台灣人開Party是這樣的 國民東 占領這些台灣人的水準是這樣的 再下一張 這裡是屏東婦女會 那時候很重視女生的權利 所以婦女 所有的男人 和服 平等婦女的大一個大的聚會 那時候帶女兒 小朋友也在這裡帶女兒 婦女會 屏東 我們現在所有的建設都 我跟台北人為中心出的都沒有 因為 Chinese 台北嘛 所以出的都不是 在這邊的時候 叫Chinese 台北 中國生在台北 出的怎麼會幫你插 下四名二十分一塊錢 以前日本時代的冰冬 就這關水準 穿衣服有特殊 照相有樣子 不好意思 我們禮拜天下午照相 請大家有一點規矩好不好 那時候的台灣人是這樣 你女性的童心最好騎端正 側身 手抖頭前合起來 要有樣子啦 百多年前的台灣人是這樣 為什麼現在變成難民的樣子 你們跟難民學了什麼 不應該學的 下一張 這是超山 草山型 不是行館 你們弄錯 那是本人去的 陽明山 以前叫超山 那時候就去這間了 下一張 我忘記是温泉鄉 那時候温泉 下一張 那時候温泉 泡湯的人 下一張 我忘了是在哪裡 這也是泡湯 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是哪裡來泡湯 來 下一張 到處都有這個 這也是神社 來 下一張 你知道這裡是金門還是 不是金門 澎湖還是馬公 那時候 日本人建設 不是只有在奔鬥 連澎湖馬公 都是開這間廚 很漂亮 來 下一張 對 你看 馬公澎湖 廳 新丁社 有 招合十年 就開好了 我們剛好對我們的領導 什麼好好的建設 那時候 日本人時代就這樣 澎湖 馬公 來 下一張 來 下一張 幼稚園 老師帶著小朋友 不好意思 拍得太模糊 老師帶著小朋友 在那邊 下一張 我厲害嗎 日本人時代 小朋友的畫也找出來 還彩色的 因為那時候 南洋的地方 小朋友的圖 這裡有什麼時間點 好像是在這邊 來 下一張 公會堂 中山床 他現在叫中山床 討厭 那叫做公會堂 中山是什麼 不是他建的 他只要來 賠名就好了 就變他了 那簡單 來 下一張 公賣局 以前就建好了 這麼漂亮 公賣局 台北 下一張 這是 一開始的時候 李帆 因為我們的古代祖 太厲害了 小姐的城區 頭都被人堵住 所以現在 洗澡要一起洗 其他人都在旁邊 搜尾 我 減就下來了 那時候 日本人在 家裡的小姐 我連這個照片都找到不錯 來 下一張 台灣 台灣嗎 你懷疑 台大醫院 你看 你看 台灣 建設得非常好 你看 那張車 我上面一定會有寫的吧 台中市大鎮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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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張 這應該有名字 一定有名字 香蕉 香蕉 清國合作社那時候 香蕉 清國合作社那時候 香蕉 外銷就幾分 賺很多錢 那時候都用那些 人去做 不懂 索膏 不是索膏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的人 在清國合作社會加賓兩人 沒有 沒有 車腳穿千塊 沒有 穿西裝褲 這樣 每一個都是規規矩矩 做事情 你看 傾商都很經濟 打領帶 掛的骨帶 你看 來 下一張 拜託 尊重一下自己 不要被 這是在台北吧 是不是 哪裡 直接在台北 台北的三線路 你看 旁邊停車 這是電線桿 電線桿 這個樣子 全部都電器化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 答對了 誰人說 剛才誰人說 公車 台北市公車 六隻 讚 我現在有人可以跟我證實一下 台北市公車 還沒怎麼來進去 他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茶 什麼意思 聽不懂 這樣喔 這麼厲害 小茶 公車 有公車在營運 台北市有公車 來 下一張 你們可以想 這個 我們的課本 怎麼都沒寫這種 必須要我找出這些照片 跟你們證明有這件事 這是什麼車站 來 講一下 台北橋頭 台北橋頭 那是舊的台北車頭 過來 來下一張 欸 這是幾個屁股 你們先不用講 猜猜看 建宗的啦 台北第一高中的小孩 那時候高中生 高中生 高中生 很兇喔 而且很有 真的是帝國的小孩子 有遠見 跟現在高中生的態度都不一樣 沒人敢這樣 來下一張 這是什麼 這是在台灣嗎 你會不會問 在台北啊 博物館 館前路到地下的博物館 那時候是本來去的 好漂亮嗎 下一張 這對 台北銀座支撐的 重慶南路 你看那時候有路燈 Bus 這是在地畫街 我不知道 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什麼 因為這裡叫做榮丁 Sakaimachi Street 來下一張 空拍喔 這是寫哪裡 台東 台東的街道 從空拍 我告訴你 這個美甲就在這裡 它怎麼建設一個地方 你看它的City Planning 都市規劃 台東 都市規劃 這不是這個 橙鍋 以前都清朝 都被沖起來 沒有這種概念 這非常現金 台東在1920幾年 三千多 台東被遺忘好久了 你們被遺忘好久了 中國國民黨 通知六十八年 那時候 武漢堅延期 來下一張 來 哪裡 哪個學校哪個高中 女生剛才是男生建宗 這呢 不是啦 台南女中 男女 我這個人不會重男親北 不是 重北親男 台南女中 那時候 我跟妳講 女生穿白襪子很 就乾淨俐落 頭髮都整整齊齊 戴這個 絲袋 齁 就有氣質 我跟妳講 整齊化衣 1920幾年的 日本人 打起來 台灣人 你們要驕傲 Be proud of yourself 下一張 不要越來越摸腳 我現在看的是很痛苦 看那個人這個樣子 我真的很痛 被聯考弄到這麼 沒有生氣 沒有鬥志 就是難民的樣子 你懂 變難民的樣子 我要講 不要穿衣服 不要吃東西 不要走路 不要 食衣住行育勒都不會 要去看 黃色鴨子 沒出席 這裡哪裡 講一下 我有沒有寫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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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就這麼好 那時候就這麼好 來 下一張 這是空拍 我上面拍下來 已經有三線路了 你看 來 下一張 那時候去好 你看 那時候就這麼漂亮 彩色照片 你們找不到的 來 下一張 這是後來的台北車站 那時候國民黨來的 台北車站 之後就變樣子 道路也沒那麼漂亮 都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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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亂了 去往走走 好好的建設在台灣都走走 沒得失了 亂七八糟了 我們真的去往走走 可能的三台去往走走 下一張 來 這是哪裡 來 你念一下 花蓮港 花蓮港 空拍 你有沒有看到 街道你看 花蓮 你想說邊緣喔 不錯了 花蓮港附近的 空拍圖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台北車 從飛機上面拍 那個飛機上面拍下去的 來 下一張 那時候的第八飛行學校 空機 有多少飛機 來 下一張 那個學校的建築碟上 這裡飛機 喔 來 下一張 多看一些啦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很可惡的人把它拆掉了 叫馬英九 那就是中山橋 表參道 那去台北神社經過這個橋 以前那漂亮的 天氣的圓山 他幫你拆一個圓山飯店 把那個橋拆掉 現在沖的亂七八糟 插來插去 完全沒有美感 沒有美感可言 就用著頭到這種座 來 下一張 以前的台灣人為什麼 塞車去郊遊 塞車去郊遊 租一台車 整個車去郊遊 穿日本和服西式西裝 1930年的時候 下一張 剛剛還是黃麻術 這是更早期啦 就是剛 沒有多久的時候 這是高砂族的人上課 不是平地小孩子 那時候就這樣子 你看 下一張 這好像是最近的照片 其實不是 來 上面寫什麼 高雄舟堂廠 什麼哪裡 高雄 高雄的湯匠 那時候就蓋這樣子 來 下一張 高雄出站 高雄 高雄車站 高雄車站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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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工廠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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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棒球隊 我跟你講我看棒球隊也好幾十張 佳農的棒球隊照片 哪裡的棒球隊都是高雄的 軟式喔 來下一張 那時候高雄港 對不對 卸貨的時候 你看 這是用怎麼卸貨 是不是傳統人力 中國那個捆弓這樣扛上去 不是啦 黑族的高雄港 這才叫帝國 1920幾年 三幾年的時候 高雄港 已經死掉了 很可能 七十年來跟你照顧 停字不動不動 再給你台灣人變成這樣 再下一張 以前高雄一個叫水產學校的學生 大家同學會 我找到一個在市底下大家同學會 你看 吃東西聊天 穿西裝戴啾啾 你看有日式有西裝 穿西裝很像樣子 我下次跟你再看 台灣的士生貴族怎麼穿衣服的 我讓你們知道 你們要跟他們效法 不要跟難民效法 我告訴你 下一張 這是哪裡啊 各位念一下 新公園 新公園上面往下 來看到了 那時候就是新公園 台北新公園 下一張 這是台北之戰 後來的 他剛才那個是前一張 這是下一張 來下一張 這裡是哪裡 來念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 嘉義 不要覺得嘉義是鄉下 嘉義的街上 下一個 左側通行 你有沒有看 這是哪裡 台北 台北 下一張 那時候橄欖球隊的 不好意思 我這張照片 我下次再想辦法 再把它弄更清楚一點 橄欖球隊的 你看他穿的衣服 不是這樣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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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欖球 要穿衣服 剛練習完了 在那邊休息 日本做事情有特殊的 做一件像一件 在哪裡做什麼 來再下一張 那時候醫院 再看病 穿的 來下一張 鵝籃筆 你像這樣去的 鵝籃筆燈塔 來下一張 這裡是哪裡 鐵道旅館 鐵道旅館 台鐵的旅館 路館 都在路館 可以回家 路館 台鐵那麼高級 你看 你看這個車子 來下一張 那麼好 真的 下一張 還沒有 還沒有 沒有了 好 今天應該有看到100張 很好的照片 我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課 各位同心請來 起立 走勒 老腳永餐 然後請高雄州 陳臨美秀 台北州 鄭翠淑 台中州 郭慶成 還有新竹州 李正坤 請在六點半的時候 到樓下拍照 做事別勝 謝謝 晚上 今天要請見 今天要請 的 好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